好 我也不是说我多心善呢 就是我管管两个账号也都疯 他就认为有暴力嘛 我现在报答我的那个粉丝来了 月影朋友 小月月朋友 小月月朋友呢 说只要创作社会的问题足够多呀 那个遗忘的 遗忘了自由的问题 是这样 就是我们尝试的 其实我现在在购买一个硬件 再加一个软件 我在这里面呢 搞一个小黑板 在直播那里面 这里搞一个小黑板呢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小黑板 我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个简单的 一个草图的一个演示 以后我这种节目 我真的下定决心 我要转型 是吧 就是专门讲一些个非常 因为我才出二 我出二都没读完 我就讲非常粗浅的道理 我没办法讲很深的道理 那我这个软件加这个硬件 这个手写板呢 就是要画一个箭头而已 我谈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个箭头 就是一条线 一个坐标 就是一条直线 它这里面这个直线的关系 那这个直线呢 你说这个社会 你说这个社会问题足够多 就忘了自由 就谈这个 说我喜欢把这个问题就对起来谈 就是你看到的一面 一定要找另外一面 然后这个两个面 然后这个对应着这个思考 我们的节点在哪里 或者这一个问题 它只是一个对面吗 它还有 可能还有个N个对面 这样子来训练我们的这个大脑 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社会问题呢 足够多呢 这里呢 说它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忘了自由 是吧 我常说呢 就是我们走进家里面呢 是谈自由的问题 因为这个自由和道德和人性 比较接近 就是当然不是和别人谈道德的问题 是内观 内观我自己的道德的问题 你要和孩子和家人 和配偶要谈道德的问题 那可能就又复杂了 那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 我是不介意谈太多的 甚至不谈的才好一点点 那我就看你这句话 这个直接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走进社会呢 就是要谈头脑的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认为呢 这个社会的问题呢 掩盖了这个自由的问题 我觉得呢 它其实是增强了个人的道德的感觉 这个自由是和道德和个人意志 都是很接近的嘛 和善恶的价值判断 都是很接近的一个东西 那我的结论呢 就不是遗忘了自由的问题 是走向了自由反面的问题 它真的是一个遗忘 可能会好一点点 是吧 因为遗忘代表着 就不要谈道德呀 不要谈良心的 就谈利益嘛 就谈这个 增值嘛 是吧 你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小悦悦兄弟 因此这个 我对你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我都能理解 但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要说的意思 它的变化很复杂 很多端 我这次呢 也只提一个点 就是这个社会问题多多 当然你要看 都是社会什么问题 因为最近就是这个 在地铁上 有一个女孩子 霸凌那个大叔 她没有那个偷拍 她就说她偷拍了 简直就铺天盖地 现在这个事 那么这个问题多了呢 你觉得就遗忘了自由的问题 我也同意 但是我觉得它还不够丰富 还不够复杂 它复杂丰富在呢 有的时候呢 也不是个遗忘自由的问题 是吧 或者它只是 一个层面 只是一个节点 忘记了自由的问题 它是拾起了自由的反面 还是个个人道德 个人情感的一些个问题 你说忘记了自由 就是不是走进了 这个自我价值系统了吗 这个自我的这种 情感的价值系统吗 自我的那个道德的 感受的系统吗 也不是 他还是在那里面 只不过呢 就是越走越远 就是比赛道德嘛 我们都感觉 比那个 在那个地铁上 那个凌辱 那个大叔的那个女孩子 有道德 所以我们仍有资格 向他丢石头 是吧 但上帝说的意思 你要不是个玩人 你这个石头 就不要随便丢 你这个石头 得留着一点点 是吧 你丢给川普 丢给拜登 因为丢给马云也行 丢给刘强东也行 因为可能会换来钱 你知道吗 你丢那个 你丢给那个女孩子 能换来什么呢 甚至你丢给北极鸟鱼 你丢给那个周极 周公司 都可能换来钱的 都是一种价值 它不是换来钱 它是保护你钱 你丢给那个女孩子 现在我到现在 还没看出来 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看地瓜熊老六 还是上帝之鹰 说那个女孩子 和英国大使馆有关系 那个有什么用 那个也没什么价值 好吧 就是这个问题多多 不是个遗忘自由的问题 它是走进了自由的反面 在进行道德优越的比赛